13.死去的最大嫌疑犯 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挤在了足球场外的警戒线处 学校的保安已经控制住了现场 警察也到了 有两辆警车正停在不远处 从警戒线网里看 几个人正在现场拍照 而李莉莉的尸体盖着一个灰色的毯子 静静地躺在一边 李莉莉死亡的地方 是足球场后面看台的一个角落 紧挨着体育馆 那个地方常年荒草丛生 丢弃了不少坏掉的运动器材 真是一个非常符合大家印象中的谋杀现场 而人也越为越多 学校里面消息似乎传得特别快 以至于现场有些混乱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议论着 而我们班的同学则都逐渐沉默着不说话 李莉莉的死亡对我们班的同学来说 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一个活脱脱的人就这样死了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莉莉死的说法很多 说是有人发现了李莉莉的尸体以后 尖叫不已 结果有人居然认识李莉莉 报警了以后 我们班的人才有人知道 于是迅速了通知了所有人 班主任王老师和院里面的领导也赶来了 警察正在向他问话 随即开始疏散现场 我们班的同学都被警察带到了另外一边 甚至还点了名 其他不是我们班的同学 则被要求立即离开 一辆救护车也赶到了 那鸣笛声显得格外的刺耳 又给这种恐怖的气氛 添上了一笔 我们班的女生 有的开始哭啼起来 很快这种情绪蔓延到周围 所有的男生都把头低着 如同木头人一样呆立着 而所有的女生 也都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 哽咽地哭了起来 警察将李莉莉抬上车 只能看到李莉莉的一只手锤在外面 毫无声气地摆动着 年轻的生命消散得是如此的迅速 一眨眼就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 谁如此狠毒 要用这种残忍的办法来杀掉一个人 谁能下得了这个手 赵亮不在 她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她无疑就是最大的嫌疑犯 李莉莉的尸体被带走了 我们的噩梦才刚开始 全班同学被要求在学院会议室集中 一个都不能守 包括李莉家也被人通知 必须赶过来 大会议室里除了赵亮不在以外 所有人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包括气喘吁吁赶过来的李莉家 她的确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 她也是脸色惨白 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已经十一点了 寝室都熄灯了 我们这些人 在警察眼里都是嫌疑犯 注定我们今天晚上 谁都别想先走 王老师也陪着我们坐在会议室里面 他也低着头一言不发 看得出他受的打击比我们更大 会议室的门推开了 二个穿着警服的警察 二个应该是便衣的警察 院里的两个领导 学校的保卫处处长 一共是七个人陆续地走了进来 他们的表情也是异常地严肃 他们也都坐下 其中几个人耳语了几句 一个穿着便衣的警察 似乎是警察的头头 他环视了大家一眼 轻轻咳嗽了一声 说道 我是刑警队的刘队长 大家不要紧张 我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 大家还是沉默不语 谁都不愿意说话 刘队长轻轻笑了一下 说 大家知道李莉莉是怎么死的吗 被掐死的 凶手很残忍 李莉莉应该死得很痛苦 对于这样残忍的凶手 难道大家不该为死去的李莉莉 做点什么吗 听到李莉莉是被掐死的 我心中也是一阵 我在寝室里 想去掐住赵亮的脖子 如果重一点 是不是也就掐死了他 一个女生似乎受不了这种气氛 突然尖叫了起来 赵亮 赵亮 他今天中午就在和李莉莉吵架 李莉莉六点多的时候下楼 也是赵亮把他叫下去的 说完就哭了起来 他这样一说 大家轰的一声炸开了锅 人人面色紧张地互相谈论了起来 那位刘队长并没有阻止我们 他只是冷冷地看着大家的表情 过了一会才拍了拍桌子 说道 同学们一个一个说好吗 话音刚落 就听到李学高间隙的声音响了起来 赵亮今天像疯了似的 很吓人 我们几个碰到他了 就再没有看到过他 周宇宇也忙不迭地跟着说 是的 是的 他说 张清风是妖怪 我脸上一阵一阵地发麻 这么快就把我说出来了 我睁大了眼睛 望着激动不已的周宇和李学高 他们也正看着我 刘队长也看着我 说 你就是张清风吗 我点点头 声音也打结了一般说 赵亮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找我的茶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就 刘队长打断我的话 赵亮找你的茶 为什么找你的茶 我一时语色 我感觉到所有的眼神 都集中在我的脸上 我吞了口口水 说 他 他 他非说我抢他女朋友 刘队长说 他女朋友是谁 我喊道 李莉莉 可是 我没有啊 我也莫名其妙的 我明显地感觉到 李莉家眼神狠狠地盯在了我的脸上 我一慌 说道 我和这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刘队长说 冷静冷静 张清风同学 先冷静 我点了点头 我真的刚才差点站起来 为自己辩解 这种场面 我第一次经历 我尽管知道 李莉莉的死 绝对和我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当说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却心中无比紧张 好像我杀了李莉莉似的 刘队长问道 哪些同学今天下午五点到九点 见过李莉莉 在干什么 举一下手 大家互相观望了一下 陆陆续续 有人把手举了起来 班长刘真举起手来 声音也是微微颤抖着说 五点多李莉莉在寝室 后来六点的时候就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 是谁叫她出去的 最开始尖叫的女生张力娜 也接着说 我六点半的时候 还看到李莉莉和赵亮在五号楼后面 他们好像在吵架 几乎女生寝室所有人都举了手 不过超过七点以后 就没有人见到李莉莉了 而男生里面 只有大头吴刚举了手 等女生说完以后 吴刚慢慢地说 我八点多的时候 在后门见过李莉莉 她和一个人在一起 刘队长呕了一声 眼睛闪亮了起来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吴刚身上 刘队问道 和谁 吴刚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慢慢地说 我隔着很远 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没有太注意是谁 想不起来了 刘队长又呕了一声 说 是你们班的同学吗 吴刚说 好像是 然后他的眼神就向我扫了过来 最后停在我的脸上 我眼睛都瞪圆了 吴刚他正在看着我 难道他认为 我和李莉莉在一起 我脱口出 不可能是我 吴刚 你看清楚了没 吴刚眼神离开我 将目光停在刘队长身上 刘队长对吴刚说道 这位同学 你的信息很重要 然后刘队长又看着我 弄得我一阵慌乱 我看了看吴刚 又看了看刘队长 惨声说 我八点的时候 在学校里闲逛 绝对没有碰到过李莉莉 刘队长回头 向学院领导示意了一下 说 同学们 你们要回忆清楚 现在 请大家配合我们 做一件事 就是把你们今天下午 五点到九点之间做了什么 看到什么 人在哪里 和谁在一起 详细地写下来 仔细回忆 不要弄错了 写完情署名 两个警察就站起来 给我们发纸和笔 我拿着笔和纸 脑袋里就发猛 我从五点多出门 到九点多回寝室 几乎都是躲在学校里 僻静的角落里面 打量自己的身体 我该怎么写 写我在躲在学校角落里面 闲光 写我正在拉扯我身上的皮肤 天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 这个该死的照亮 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成为嫌疑犯了吧 就算不是嫌疑犯 让这些警察发现 我身体有问题 那也糟糕透顶啊 看着其他同学 都开始沙沙地写着什么 我也不能这样停着 只好草草地写了几句 就实在不知道如何写了 然后艰难地 数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大家写这些东西的同时 学校的领导也赶来了 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 已经震动了全校 事情还没有完 在所有人陆陆续续 交了记录以后 刘队长和学校领导 商量了一下 开始念名字进行分组 每个寝室一个单位 而我们寝室的人 被全部打乱 分散到其他的组里面去 这些警察 要彻夜调查每个人了 整个学员大楼灯火通明 大家被分散到不同的楼层 接受警察的质问 我那个小组主要成员 是隔壁寝室 就是大头吴刚的寝室 我坐在他们中间 谁都不和我说话 我也不愿意说什么 然后是一个一个的叫名字 前面的人都很快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我 我走进办公室 刘队长和另一个警察 坐在那里 让我又想起了 上次面试企业的经历 不过这次是因为死人了 我一看到刘队长 心中就打起鼓来 说不出我为什么这么怕他 刘队长要我坐下 拿起我写的那张纸 目无表情地问我 张清风同学吗 我点点头 低声说 是 刘队长继续问道 你说你今天五点到九点之间 一直在学校里闲逛 也没有人看到你 是这样吗 你为什么在外面闲逛几个小时 我低声地说 因为我差点和赵亮打架 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自己去静一静 刘队长问道 你为什么差点和赵亮打架 我说 就是因为赵亮怀疑 我抢他女朋友李莉莉 刘队长说 你和李莉莉关系怎么样 如实地说 我说 关系很一般 只是最近两天 李莉莉对我态度不一样 刘队长说 详细说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说 最近 哦不 也就是这一两天前 李莉莉对我好像有好感 昨天她和我一起走路 让赵亮碰到了 李莉莉勾了我的手 赵亮也看到了 所以 赵亮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而今天上午 李莉莉约我去后门的情缘书吧 我去了 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李莉莉 而今天下午在寝室碰到赵亮 他就说了些很过分的话 我差点和他打架 而他精神显得有些不正常 没打起来 他就说我是怪物 畜生什么的 就自己出去了 刘队长说 你上午和李莉莉谈了什么 我说 李莉莉上午 说他要和赵亮分手 就是这些 刘队长说 李莉莉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我说 因为李莉莉觉得 我不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和赵亮的关系 所以 他才对我说 刘队长说 他就是要和你说这个 我说 也不是 他先开始说他喜欢我 问我喜不喜欢他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才说到 要和赵亮分手的事情 刘队长说 有谁能证明你和李莉莉见面了 我说 我不知道 当时那里没有认识我们的人 但是 但是好像赵亮知道我上午和李莉莉在一起 刘队长说 赵亮怎么会知道的 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有人告诉他的 我也不知道 是谁告诉他的 也许是李莉莉自己说的 刘队长说 李莉莉为什么会喜欢你 刚才有几个同学说 李莉莉从来没有流露过 喜欢你的意思 甚至很少谈论到你 我说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李莉莉为什么会喜欢我 也许他 只是逗我玩 故意气赵亮吧 刘队长说 你还挺会自我分析的嘛 我连忙说 我只是猜测 我只是猜测 因为我也很疑惑 刘队长说 你和赵亮在寝室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说 你是怪物 我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掐了他一下脖子 让他不要骂我了 我真的很生气 他骂得很过分 然后他就不太对劲 说我是怪物 刘队长呵呵笑了笑 说 张清风 赵亮真的说你是怪物吗 他对你说了吗 我心中一寒 当时赵亮的确什么都没有说 就吓跑了 我再给自己撒谎而已 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谎一定要编下去 我害怕我的手变长那件事 让大家知道 我说到 他就是表情很奇怪 我忘了 他是不是和我说过 我是怪物了 我 我也是听周宇他们说的 他们碰到赵亮了的 说赵亮说 我是怪物 刘队长说 你好像对怪物这个词很敏感啊 我头皮啪啪的发麻 这些警察真的很厉害 我胡乱的说 我不是怪物 刘队长眉头皱了皱 说 没有人说你是怪物 我还是惨呼着 我不知道我最近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真的上午过后 没见过李莉莉 刘队长恩了一声 说 你确定你下午八点多 没有见到李莉莉 我有点语无伦次地说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自己一个人 刘队长说 好了 你保证 你说的 没有错误的地方 我说 都是真的 我保证 刘队长说 好吧 你可以走了 最近几天不要离开学校 可能随时有问题要找你 请你配合 我点点头 身上 一身冷汗直冒 我脸色惨白地回到我们组的房间 大家看我脸色不对 也没有和我说话 陆陆续续 还有人被叫去做询问 没有多久 似乎所有人都问完了 大家被通知 这两天不能离开学校 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然后就让大家回寝室去了 李丽家也默不作声地跟着我们 他最近这么多天第一次回到寝室睡觉 回到寝室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所有人都很疲劳 我都没有洗漱 就直接爬到床上去了 过了一会 周宇开始唉声叹气的 李丽家说 妈的 真没有想到班上出这么大的事情 谢文说 老五 幸好你赶回来了 不然更麻烦 李丽家说 这两天我也不能乱跑 我只能待寝室了 李学高说 警察怀疑你吗 李丽家说 他们谁都怀疑 谢文说 警察问了你什么 李丽家说 问我在哪里 干什么 我有证人的 我倒不担心什么 周宇叹了口气 赵亮还是不在 他现在应该就是最大嫌疑人 赵亮真的杀了李丽丽吗 我一想到赵亮把李丽丽掐死 我就全身冷汗 李学高说 赵亮一冲动杀人 很有可能 陈正文说 赵亮会自杀吗 周宇压了一声 说 他不会真的自杀了吧 他手机关机了 也没有回短信 谢文说 哦 你还联系赵亮了 周宇说 我给他发了短信 说李丽丽出事了 我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就给他发了短信 谢文说 周宇呀周宇 你还真够糊涂的 周宇说 我真的没有想这么多 李丽家哼了一声 听说又是和老三有关系 我本来不想说话 听到这个 也不禁嚷了一句 和我有什么关系 李丽家说 你不是勾引李丽丽吗 我嚷道 谁勾引李丽丽了 老五你别瞎说 我已经很难受了 陈正文说 老五你别乱说 老三不是能勾引别人的那种 李丽家呵呵笑了声 说 你们是没有见识过老三的厉害 我有点生气 说 老五 你是什么意思 李丽家赶忙说 老三老三 你别生气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李丽丽真的是自己骚而已 不过这样死了 谁都不好受 谢文说 我觉得事情没长得没简单 周宇嚷道 你觉得呢 谢文说 我也不知道 陈正文说 除了赵亮 还有谁会突然杀了李丽丽呢 李学高说 校园变态杀手 大家心里都拥起一阵恐慌 谋杀的事情 从来都是小说和电视剧里 才会出现的场景 现在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还真的让人不仅难以接受 而且让人透心的恐怖 大家一夜无眠 早上七点 大家就都起床了 随后陆陆续续出去了 只有李丽家 还在酣睡着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受不了 外面的那些女生 打亮我的眼神 我害怕又有一个类似李丽丽那样 突然爱上我的女生出现 上午九点半的时候 我似乎听到远远的传来 咚的一声巨响 寝室里当时还有李丽家在睡觉 谢文在看书 谢文也说 听到了这声巨响 好像是高空坠雾 十几分钟后 李学高像的疯子一样跑回来 刺耳的尖叫着 赵亮 赵亮 赵亮跳楼自杀了 就在我们院里大楼 赵亮灭屏 赵亮做姿